观众朋友,您现在收看的是2020年春节联播。 首先在这里,祝您在新的一年里,脱贫脱单不脱发,新年新对象年年不重样,开开心心百毒不清。 下面为您带来第一条播报。 英国时间2020年1月26日上午10点,伦敦中国城附近举行了一场叠开生命的春节游行活动。 下面请前方记者带我们去看看。 好的,感谢主持人。游行马上开始了。 第一个向我们走来的是伦敦华步商会。 哟,你看这条道路又宽又长,就像这舞龙的人啊,又多又强。 听,他们的口号响彻云霄。 在那路的那边,道的那边。 有一群阿姨,他们活泼又聪明,他们调皮又凌厉,他们自由自在呼吾着那红色的丝带,他们善良勇敢,相互都欢喜。 哦,可爱的阿姨,可别忘了队尾的叔叔,他毫不懈怠,以饱满激情,走向了2020。 为了变成小蛮腰,天天提着一口气,为了穿上比基尼,吃草吃成沙拉筋。 曼妙的舞姿,阿姨的身段,他们,哎哎哎,谁要看舞师了,镜头快给我回去。 阿姨的身段,曼妙的舞姿,加油吧,金属舞女。 The Golden Red Dancing Queen,去向世人宣告,你们是这场流行里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。 华步商会,华步商会,企业大老板坐车了,青春年上是别人的,英姿飒爽是别人的,坐车的你们是真正的人民币玩家。 哦不,是英镑玩家。 当然,他家本次游行的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非华人。 我们同欢乐,我们同忍受,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,我们共风雨,我们共追求,我们真存,同一样的爱。 好的。 下面插播一则意外,我们前方的播报员,因为被一只狮子挑逗,吓得花蓉失色。 下面我们跟随镜头,一起去现场看看。 可以看出来,狮子一直向播报员抛美眼。 狮子不断靠近播报员。 又一只狮子走来。 它越走越近,越走越近。 播报员看似荒菲一批,其实稳如牢狗。 瞧,它把自己靠近了狮子头里。 您能当不颠饿在吗? 您能当不颠饿在吗?